各位大家好 我是張寶華 今天不是跟大家講新聞 不過是講一個大家都應該很有興趣的話題 就是Self Branding 可能你未聽過什麼是Self Branding 或者聽過你又未知是什麼 但我們先講一下Branding 品牌 段估就每個人都聽過了 其實你有沒有想過 你的衣食住行每一天都是跟品牌有關 先講一下你住的屋 可能你父母或者你自己買屋的時候 你都會找一個你自己信賴得過的發展商去買樓 為什麼呢 你未必會有一個工程師去幫你檢查一下樓 檢查一下樓 是不是鋼筋水泥真的好一點 但你總是覺得在這個建築者買的樓 是信賴得過的 間格可能好一點 設計又可能好一點 地位又可能好一點 你買衣服都是 無論你買一些大眾化的衣服 又或者是一些貴價的衣服 其實品牌也是存在的 可能貴價的衣服 為什麼你這麼喜歡穿一些名牌的衣服呢 因為它除了品質好 價錢貴之外 其實它是給你一種身份 你穿著這件衣服 你總是覺得身份高一點的 你總是覺得 穿了出來人都漂亮一點的 所以其實品牌是代表了什麼呢 你對那個牌子的一個信任 那個牌子其實也是代表了 就是它給予到的質素 它的服務 它的地位 人家如何看待它 一個身份 所以當一間公司這麼重視 去建立自己品牌的時候 其實你有沒有想過 你自己都是一個品牌呢 有沒有想過 你自己都可以建立你自己的品牌 就是我們今天說的 Self Branding 你想別人怎樣看你 你想你跟其他人有什麼不同 你想不想有一些有質素的公司 來head hunt你 其實這些全部都是你的明星 你的聲譽 亦都就是你的個人形象 你的品牌 千萬不要以為只是名人明星 你出名 你當然要有自己個人形象 你要有個人自己的品牌 其實個人品牌 亦都等於你的Self Promotion 這件事 我經常都開玩笑地說 就好像女生減肥一樣 是一個終身事業 女人有什麼時候可以停止 說不堅持肥 沒有的 其實Self的Promotion 都是一樣的 由你realize 那一刻 如果你現在未realize 我覺得你就要醒覺了 你要想一下 你自己應該要怎樣 去做你自己的品牌 這是一個lifelong的project 是不可以停的 我自己除了做新聞之外 其實都做了一段很長時間 在娛樂公司 我會見到 當你一個明星去到一個位置 有很多牌子會來找他們 有很多不僅導演 唱片公司等等 其實有很多大的品牌會來找他們 他們會請他們去他們的活動 他們的shop opening 做代言人 那為甚麼這些品牌會來找你呢 就因為它覺得你這個人 是代表了一些的quality 可能是代表了這個wealthy 代表了intelligence 代表了社會上一個Elite class 跟他的品牌形象是很切合的 所以他覺得他請你來 可以幫他的公司 來申請價 你也可以吸引到 好像你這一班 你代表著這個Elite class的朋友 去他們的商店 所以說其實請你 就是幫他公司可以申請價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有很多人就會冒名而去找 一些他覺得跟他屬性適合的名人名聲去 所以當你建立自己的品牌的時候 其實也會有很多這些朋友 或者這些商業的機會來找你 甚至你做得好一份工作 你現在很多時候 人才在勞動社會裡面是非常之重要 是一間公司成不成功 也要看看你到底有甚麼人在幫你這間公司工作 人家這麼多人為甚麼會來找你 因為他不認識你 他又怎會來找你 首先大家要明白 在現在資訊科技這麼發達的社會裡面 你要別人見到你有印象 其實已經很難 有印象之後別人還要有興趣去了解你 其實這個更加難 如果別人見到你連名字都不記得 你把卡片給他別人手就扔掉 別人都不記得你 別人又怎會再有興趣去找你去聊天 你自己的自稱 其實每天都要做 每一件你的言行 你的衣著 你的談刀 甚至你寫甚麼是Facebook 你寫甚麼是Twitter 你的微博 全部都是你自己的自稱 是日積月累 所以千萬不要想著我看完這個影片 或者我上這些媒體訓練 三個月之後我可以上報紙 我可以上電視了 這件事其實你是傻的 如果你這樣想的話 真的完全是不可能發生 Self Branding是每天建立 是一個很長時間的建立 你越建立得久的話 你的成功越大的話 其實你的回報就會越大了 所以我就說 當你希望別人記得你 你希望別人會來找你 會給你機會的時候 其實你首先要問問自己 你有甚麼東西 是令到別人記得的 你有甚麼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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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到別人會覺得你有興趣 別人會對你有興趣 最重要的是 你怎樣讓別人知道 你是有能力 你是有這個能力 以及你有這個能力 別人才可以有一些行動 例如我約你見過面 和你面對面 我有一份工作 我有一份相當不錯的工作 想送給你 這些東西全部都是建立 別人要認識你 別人覺得你和其他人不同 別人了解到你的才能 而這些就要看你 你怎樣把這個訊息 拿出去給別人 所以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接下來有幾個影片 我們就將會和大家講一下 怎樣去建立你的Self Branding 以及怎樣去建立自己的自信 而第四個影片 我們就會講一下 在Online和Offline裡面 我們到底怎樣去增加自己的Image 怎樣做Self Promotion 怎樣令到你這個形象 是有力地發佈出來 而最後一個影片 就要提醒大家 有些甚麼你千萬不能做 下次再見